例如你查这个药膏一段的复发 药膏里面含有泪固醇 好像鲜丹那样 真菌还是留在我们的皮肤里面 阿伯特好,我是对小明的药剂师 这一期来和大家分享 90%长皮肤症的人都用错了这个药膏 身为药剂师的我觉得有必要让你们知道正确的用法 让你的皮肤症不再复发 小明是一个厨师 他的大腿内侧长了一圈圈红红的东西 小花是一名建筑工人 每天在太阳底下流汗 他的腋下也是长出了红红一袋一袋的东西 而且还很痒 小力整天穿着包鞋,患有香港脚 他们三个人受影响的部位虽然不同 但是都是又红又痒,还有脱皮的现象 他们查了这些药膏 皮肤好转的,不再红不再痒 但是过不久,又卷土重来 我相信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都有这样子的情况 即使我本身也有遇到过 我自从每天早上运动了过后呢 我也感染了皮肤症 不过我现在已经完全的康复了 那为什么刚刚小华小明小力 都一直不断的复发皮肤症 其实他们只是用错的方法 今天我将会把我每次在药剂行交顾客 解决皮肤症的方法一五一十的搬到这支影片里面 看完这支影片你就会了解 为什么你会感染到皮肤症 为什么你查这个药一开始 明明就好好的 那为什么它一直重来 怎样才能够让皮肤症断根 皮肤症其实就是真菌感染 Fungus Infection 空气中跟环境里本来就有真菌 那真菌感染在我们身体不同的地方 还有不一样的名字 比如说在胯下的叫做Drop H 如果在身体的叫Ringworm 如果是在脚趾呢 我们叫Athliphood 虽然名字不一样 但是都是真菌感染 都会造成皮肤又红又痒 那么既然是同一种感染 只要使用看真菌的药膏 就可以将它们一网打尽 如果你查到这些药膏还是不会好 就要考虑是不是其他的皮肤疾病 真菌的特点就是喜欢在潮湿的部位落地生根 我们身体容易流汗的地方 比如说 Galataya 大腿 屁股 脚趾 这些 就容易成为真菌的目标 肥胖人士更容易感染真菌 因为他们身体比较多 皱褶 这些皱褶就会形成闷热潮湿的环境 更利于真菌的生长 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人 患上了这个fungus infection 这样子你看下是不是很会流汗 或者他的工作环境 居住环境很闷热 还是他比较胖 或者是他运动的时候 没有把汗擦干 接下来我会说明 为什么你查这个药膏 一开始会好转 后来又不断的复发 有的看真菌的药膏里面是 含有肋固醇的 这个肋固醇是用来消炎和止痒 所以当你一查这一点的药膏 受影响的部位 马上就不会痒 不会红 好像鲜丹那样 这时你以为你的皮肤已经好了 你就不再查药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真菌 还是留在我们的皮肤里面 fungus infection一般上是比较固执的 我们需要至少一个月 甚至更长的时间 才能够把真菌感染断根 你才查那几天就停了 不复发才怪 那么怎样可以让皮肤显断根 很简单的 方法就是乖乖的查你的皮肤显药膏 查到这个症状消失了之后 通常需要一到两个礼拜 这些症状消失了之后 你还需要再查两个礼拜 多查两个礼拜 可以确保你的皮肤显断根 如果你用的是片头出现的这些药膏 这些药膏都是含有泪不存的 所以你觉得这些药膏很快看到效果 很快皮肤就不会红 不会痒 但是你皮肤显一直复发 如果感染的部位真的是很痒 你又想要继续用这些药膏 你可以选择查这些药膏 直到症状消失之后 改成只含有抗真菌成分的药膏 再继续查两个星期 因为肋骨除了我们不建议查这样久 你要确保这些部位保持干燥 比如说如果是脚有感染的话 就不要只穿着薄鞋过住 可以穿着露出脚趾的鞋 给它通风透气 有的人是因为职业需要 一定要穿着薄鞋 那么可能在袜子里面 我们可以倒一些粉保持干燥 这个是含有抗真菌成分的粉 我把连接放在下方 如果你的感染部位很多很大 就是一个药膏都不够你查的话 会建议你去看医生 因为你可能需要口服的看真菌药物 我在药剂上真的是很常看见顾客 用错了这些药膏 所以他们一直不会好 养了又来买 养了又来买 然后他们会证实药没有效果 今天我们就谈到了 如果使用这个看真菌药膏 我们需要查 查到症状消失之后需要多查两个星期 防止它复发 同时也要维持感染部位 干燥 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按赞留言并分享 订阅这个频道以获取更多健康和药物的知识 我是Ru Samia 我们下期再见 你们下期再见 gelezin 我们下期再见